大家好,最近小米在印度栽了 为啥呢? 印度以小米违反印度法律为由 冻结了小米大概有555亿卢比 折合人民币约48亿元人民币的外币 近日小米向印度当地的法院申诉 结果也被驳回 因此可以说这笔钱被印度政府就给贪了 说除此之外 去年1月小米还因为涉嫌偷税漏税 被印度罚了5.58亿人民币 这等于48亿人民币加5.58亿人民币 合起来就有50多亿人民币了 所以有人嘲讽说这两项损失相加 哪怕你小米曾经叱咤风云 但是等于你在印度市场摸爬滚打十多年 给印度政府打了白宫 拍一张图猴王的 当然了小米肯定要公开回应 说小米有遵守印度当地的法律法规 并未存在任何问题 小米随后开展了对这一笔巨额资金的营救之路 但是到4月21日等于失败了 印度政府给你驳回 说当然了 印度政府也不是说给你这条路完全堵死了 他说你可以继续上诉 所以这块就不得不提 小米是真的惨 因为此前他在印度的工厂组装小米手机 像在咱们国内都是雇用中国的劳动力 然后既能创造税收 还能创造出口 还能提供救援岗位 其实更符合咱们自己的利益 但是小米为了进入或深扎印度市场 因此他在印度设厂 他从中国进口各种各样的零器件 原部件 然后在印度在找公司 专门去把这些硬件给组装起来 然后再在印度销售 他想的是什么 他想的是 这的话对于印度政府来说 我替你创造了救援岗位 你也可以对他去吹逼 说在印度的小米手机 都是made in印度 就是在印度制造 他认为这是个好事 因此呢 等于是变现缓和 或打通了印度的政企关系 对他未来在印度深扎会更有利 结果没想到呢 还是被以各种各的理由 包括说你偷水漏税 包括说你各种各的什么 也莫名其妙的理由吧 就不断的发你款 找你茬 然后小米的印度律师呢 表示说小米资金被扣 仅仅是因为小米是中国企业 其他的跨国企业呀 就可以这样支付 但是小米不行 这会儿回顾呢 说小米其实在印度 是有很多布局的 包括说印度的3000万 庞大的用户市场 当然印度的人口比较多了 但是具有消费能力 买小米东西的 可能并没有那么多 他估计是3000万 说产品布局有这个手机 智能电视 笔记本电脑 耳机 家电等等 但是呢 即使这样 只要中英两国有冲突 小米这样的中资背景企业呢 就不得不去 在印度的舆论市场中 倒有层皮 因为印度的民粹主义 也是很厉害的 有人就计算嘛 说你看小米2014年 开始进入印度市场 至今10年 这10年间呢 小米的年度巅峰业绩 其实也没有超过 5亿元人民币 如今呢 两笔资金损失就52亿 等于小米10年 给印度政府打了白宫 而在国内 这笔钱其实也不小 比如说 小米2022年的营收为2800亿 纯利润为85亿 等于在印度一年损失52亿 就等于在中国大半年的 这个纯利润就没了 很多时候不理解 就说 这个小米不是卖的挺好吗 为什么他赚的钱 才这么点 是因为这样的 小米一直主打的是什么 就是高性价比 什么高性价比 高性价比就是说 我靠我让自己的利益 赚的少一些 薄利多销 小米一直主打的是这个路数 就是同样的钱呢 如果你去买华为 它的品牌一加过高 当然它没有像苹果那么高了 但是肯定是比小米高 所以同样是买同样的手机 因为发现假如说5000元 你能在小米买高配 但是你在华为呢 可能只能买一个中配 甚至说低配都可能 为什么呢 就是华为的品牌一加太高 所以在任何时候呢 我都不太推荐 用华为 当然如果你不关注钱 无所谓了 为什么这么说 就是因为我自己是一个米 boy 就是我是小米的资深粉丝 我从小米一开始用 每代小米基本我都买 用到现在了 没有 几乎就没有使过其他品牌手机 他是回顾了一下 说当年呢 小米进驻印度市场 结果呢 被指为是外国企业 不正当竞争 于是小米在印度建厂 建了三个工厂 就是我说这个组装 它的小米手机嘛 说给你搞本土化 结果还是被印度政府敲诈了锁 他就是提到说 印度有个外号 叫做跨国企业分厂 说很多来自美国 欧洲 澳洲的跨国企业 看中了印度的巨大人口规模 以为印度会像中国一样 成长为一个巨大的市场 于是纷纷压保印度 结果呢 赌错了 印度并没有成为下一个中国 说比如说福特汽车 在印度干了20多年 被印度的税收系统 逼得走投无路 之后宣布撤出印度 微软被罚了70亿卢比 诺基亚被罚了3.6亿美元 说三星被罚2.07亿美元 说富士康在印度狂罚10亿美元 想要打造第二个郑州 结果也是屡屡受挫 说基本上你找拔了尖了 赚了钱了 就会被印度的政府 反复的揉搓 说接着到2022年 有2000多家外企逃离印度 印度挣钱 印度罚 一份你也别想带回家 所以被人超访说 国家级杀猪盘 这个挺形象 这块提了除了小米 OPPO Vivo 在印度市场 他们其实也是被印度政府屡屡找茬 然后开始评论区 评论区说 我怎么一点也不生气 居然有点想笑 275个赞 三个彩 说白了吧 就是这个事的思维模型 我跟你说一下 首先小米在爱国主义的社群里边 它是富可为 为什么呢 它对比的是华为 你瞧华为什么都搞自言 华为被外国打压 但是你小米在美国还能合法卖 为什么呢 因为你小米的CPU 你的芯片用的是美国产的 所以华为不使美国芯片 你小米使美国芯片 华为在美国被打压 卖不出去了 然后你小米居然还能卖 所以证明你小米卖国 你小米不花钱搞研发 是资本的打手 赚完钱 你可能把钱还转移到国外去了 所以对于小米的仇恨 主要来自于 它是国内从品牌知名度上来讲 可以直接去对标华为的这么一家企业 那有人说了 那不对 你从手机的竞销量来说 Vivo OPPO 他们并不比小米差 为什么只骂小米呢 这又奇了怪了 因为像Vivo OPPO 他们本身也用的是美国芯片 也是在国外可以卖 但是他们就只挤火小米 你看你怎么为什么 对不对 明明商业模式是一模一样的 技术路线也是一模一样 但是大家就只骂小米 从来不去说Vivo和OPPO 仿佛 Vivo OPPO跟小米就是完全不一样 他们俩是特别纯净的 中国民族企业民营企业 但是小米就带了一层 是美国的代言人 美国的资本走狗 咱们一个形象 对吧 这块你们自己就去琢磨 为什么 所以基于小米的口碑 在国内的社群不好 导致一旦小米在国际上吃了憋 他们会说 你瞧你舔洋人 结果被抽脸了 对吧 舔洋人有用吗 当洋奴有用吗 是吧 洋大人的定这么好舔吗 你舔满天 对吧 印度人还不是洋人 就是三哥 他待见你了吗 对不对 是贴了冷屁股吗 我看你笑我 但是问题是 原文章其实前面也提到了 并不只是小米 包括vivo oppo其实都一样 都被罚款 都被开邮 只不过小米的品牌的知名度 会更高一些 所以更容易引发这个仇恨 他其实是从当时的中美贸易战 衍生的 华为和美国的冲突 衍生出了华为 在国内和小米的冲突 所以小米 等于自动被放到了 华为的对立面 当然了 这块 稍微补充点历史知识 他其实也并不完全说纯 外交因素 也有一定商业决策因素 就是华为有一度 他想让国内其他厂商 跟他一样 都使用像什么鸿蒙 这些系统 但人家不太想用 反正说就我们玩网 那你自己搞你的 这个挑头的是谁 你也不能说就是小米 但是小米说的话 往往会被媒体更多的放大 所以就认为好像是小米在鼓道一个什么联盟来针对华为 其实没有了 你硬要说的话 其实华为屡次先攻击小米的事情倒是更多一些 包括这个于成东啊 对吧 经常去不点名的讽刺小米 对吧 所以你要是真拱火 其实华为的市场和营销拱火小米的次数更多一些 继续看评论说 说你不和人家本地企业合作 真信自由市场 那被载呢 也只能说被市场调研的团队坑掉了 这个是47个赞 63个彩 点彩最多的200个赞 0个彩 200个赞 0彩 就0个彩的评论说 你信不信三哥如果现行的法律不能坑你 可以当场制定法律 就认为 消唬唬了 印度的所谓法治 其实并不是真法治 他们会非常灵活的 制定一些对他们企业有利的法治 还说小米的国际战略团队 确实是太有国际视野了 但凡跟权威机构了解一下 都不会掉进泥沼 深陷其中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前面提到微博 OPPO他们有没有做调研呢 像微软 包括最近有个新闻 苹果准备在印度设立第一家专卖店 作为匪夷所思 印度肯定有人使苹果手机 但是居然第一次设苹果专卖店 过去怎么使苹果 都是走这种什么走私 各种各种代理 的途径买了的 并没有直营 这次第一次是苹果直营专卖店 就跟咱们现在的什么三里屯 各种各种这种商业商品贸 里边的卖场的苹果专卖店 那个白色的基调的 苹果小天才等等 就是性质是一样的 就是它是苹果直营 直接买给你 这种店在印度刚出现 库克刚说要做这个 反正也挺匪夷所思的 那你说印度这边 苹果难道没有国际试验吗 没有做调研吗 他说既然那么多企业愿意去印度找死 那就让他去死好了 怨不得别人 还有说活该 没事往印度跑 那鸟的地方能做生意 连个知识产权都不保护的垃圾国家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印度仿制药 我觉得好像很多人可是挺支持的 我相信你这话 你去问很多国内的一些 比如癌症 或者一些其他的这种绝症患者 他们会不会这么说 咱们肯定不会 为啥他们的一些救命药 可能还真的只能从印度买 因为咱们国内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比较好 所以呢 很多药咱们不能产 或者说咱们没有这个授权 但是印度可以 印度就厚脸皮 印度我就仿制 我就仿制 所以全世界几乎都会从印度 买各种干的盗版药 就是所谓的没有知识产保护的药 好吧 这儿黑半天 其实我跟你说 如果我的印象中没记错 当年华为其实也是在印度吃我跟头 我记得去年有个新闻 什么呢 是印度的 他们政府 在去年应该是上半年年初 我记得过春节没多久 有个新闻 是他们去突击搜查了 华为在印度的办公室 为啥呢 就是因为当时 中印之前有些冲突 他们就解题发挥 去搞华为 那就奇了怪了 你华为在印度有没有投资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我随便找一找就能找到 你瞧这是本月早些时候 这是4月份的新闻 说 比如沃达峰向中兴公司 授予了一份新的光纤传输设备 网络订单 价值2.3亿卢比 中兴也参与印度建设 后边也提到了 尽管说有很多纷争 包括说芬兰 诺基亚和在什么 一些美国的公司 都在竞争此类合同 但是呢 说印度的公司 去年向华为 授予了价值15亿卢比的 电信基础设施扩建合同 你看 华为其实也在参与 印度的各种各样的建设投资 说白了 就是在印度卖东西 你就这提到了 说这个华为和中兴 都应涉嫌偷税楼税 而遭到关注 去年呢 他们还搜查了 华为的印度办公室 然后再补充了其他行为 说俄罗斯和印度签署的 本币贸易协定役 已经一年了 目前看呢 可能搞不下去了 为啥呢 说主要是印度印刷的钞票 卢比 俄罗斯拿手里买不到东西 也没法兑换成其他的货币 等于是鸡肋 说比如2020年一年 俄罗斯对印度的顺差 达到了340亿美元 等值卢比 就是印度是非常支持俄罗斯 这个是老新闻了 我记得当时俄乌战争爆发没多久 印度公开支持俄罗斯 导致中国很多 俄友 俄友 支持俄罗斯的网友 他们非常感动 印度可以 在这件事上印度还是可以的 结果现在一看 双方交易 这个钱没法兑换 我花钱用卢比 结算 结果发现 这钱砸我手里了 我卖你印度能源 天然气什么的 结果你给我卢比 我发现我拿着卢比 买不到任何东西 跟废纸一样 所以俄罗斯这边 对继续增加卢比储备 毫无兴趣 不再愿意接受卢比 来买军事装备 他就统计说 印度这叫五营 一鱼五吃 怎么叫这个五营呢 就是第一营 说印度想是用我们印度 印出来的印度货币卢比 买俄罗斯的石油 或者天然气等等 就赢了一次 第二次赢 是用买来的俄罗斯的油 洗油 出来赚我们印度的石油 然后他卖给欧洲 天然气或者油 都是样子就能源 再卖给欧洲 印度又赢了一次 赚委员会赚欧元 三说不让俄罗斯 买我印度的工业制品 就是我印度 可能也会生产一些工业品 但是人家印度不愿意卖 为啥呢 我自己用还不够用的 也可能印度的工业品 压根就是从中国进口的 说不定 这儿的话呢 那我三百亿卢比 留在俄罗斯手里 你说我买啥 对吧 我买啥 买不了 所以他叫第三次赢 第四次赢 是希望继续用 我们印度自己的卢比 就是本国的这个钞票 买你俄罗斯武器 再赢第四次 第五次赢呢 还想要吃了眼不亏的俄罗斯 来投资印度金融市场 赢了五次 这个算盘打的很精 但是说印度 对吧 终于说到了 俄罗斯叫蔡俄 蔡俄啊 就是蔡逼俄罗斯 说终于反映过来了 坚决拒绝了印度的五营提议 坚持要用非卢比的第三方货币 进行支付 对吧 我提议用人民币 人民币再怎么着呢 也比这个卢比要靠谱一些 所以有人说呢 印度啊 从商人到国家都是骗子 抢劫犯 极度自私自利 毫无道德与信誉 说比美国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说印度的订单 不交全款 你根本不敢发货 那就是你也先把钱给我 我才给你发货 他给你扣了 二说印度啊 封禁Dtalk等中国展卷 中国的这些软件啊 根本不需要任何理由 直接封了完事 说三呢 这个印度抢劫 小米等外国企业 根本无视法律 说冻结就冻结 说这个美国再坏啊 好歹还要走一个冠冕堂皇的程序 印度啊 完全是一副 我就是恶心你 你能奈我何 所以我一直讲啊 不断发展中的印度啊 长远威胁 比不断下落中的美国还要大 这个我倒不认同啊 印度就是 就是很废物了 事不讲理 但是他太弱了 他的整体实力太弱了 当然你看怎么分了 因为现在印度GDP 其实并不低 并不低啊 全世界也能排前十了 说从人口数量呢 人口智商啊 国土资源综合衡量 印度的发展潜力啊 远远大于俄罗斯和美国 就是印度的人均更低面积 其实全世界是排前的 非常多啊 说只要印度具备发展的基础设施和条件 他迟早有一天会成为国际社会中啊 比美国还有流氓的一个新额霸 但是你新额霸有啥用他打仗不行啊 是吧 整理实力不行啊 行吧 今天的新闻说这里 喜欢的话呢 欢迎点赞收藏订阅啊 点小铃铛 谢谢大家